一时不收拾一时乱 一时不收拾一时乱 才刚开始收拾 就干出了成顿的废品 大熊也不是高富帅 觉得这是铺张浪费 蓝方子只要拿出节约蚂蚁 这是一个节约神器 比如说要玩具车 蚂蚁就会倾巢而出 把垃圾制成新产品 这可是未来的回收机器人呢 比如空管里回收铝 玻璃融化变原材料 因为金属可是宝贵的 不可再生能源 显然这种话题 大熊的智商理解不了 蚂蚁搬着空管回到机器 一个玩具车就到手了 白嫖的快乐谁能不高兴 来到走廊就玩了起来 其了老爸也碰上了难题 吹风机坏了 老爸不能吸剪吹 大熊要当大小子 一生吹风机 蚂蚁就倾巢而出 只要用到平底锅 大熊表示自己理解不了 因为吹风机里有电热丝 而这些材料可以从平底锅里提取 这样平底锅外型的吹风机就完成了 老爸对产品相当满意 要好的东西必须要跟媳妇分享 大熊跑了两步 就遇到了散财童子 毕竟小夫才大气粗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大熊真是大白天捡了宝 要来个大发明 小夫同样也高兴毁了 毕竟日本扔垃圾还得花钱 这次的成品是个钛合金高达模型 小夫惊呆了 眼皮后倒就要大白天抢劫 大熊两人气到原地爆炸 起了小夫还没五热火 胖虎就进行了二次打劫 听说可以废物变宝 胖虎就要弄套棒球服 蚂蚁清潮而出 看着原材料竟是空瓶 胖虎就要变一拳超人 为了不被捶 男胖子只能尽力解释 显然胖虎也理解不了 但这事都不算事 衣服一出天下太平 胖虎换上衣服 就觉得今天是个必胜日 这时媳妇路过 要去参加演奏会 可陆域低素质司机 妹子哭了 小礼服变成了巧克力色 媳妇的事就是大熊的事 就要给静香造最美礼服 蚂蚁清潮而出 徐大熊还不忘显白一番 讲起原理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要出意外了 胖虎的衣服被机器吞了 才造出漂亮的礼服 静香恨不得跟大熊原地领证 至于胖虎的衣服 大熊全推给了胖虎的乱丢乱扔 因为他有一个大计划 50元50元 便费为宝通通50元 大熊装成同锁无锡 一传十十传板 大熊生意兴隆 就算回说废品 也是贼上心 沙发自行车 大熊赚得盆满钵满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废品不够了 大熊运气爆炮 经发现了一处垃圾堆 这是垃圾堆吗 不 这明明是座金山 随着高端获得产出 大熊菜团蒸蒸日上 而总裁的办公室内 甚至都配有游泳池 大熊光想想就乐得原地蹦迪 起来胖虎找上门了 不求别的只求衣服 大熊还想死不认账 可胖虎就不是讲道理的人 此时竟想踏上了演奏的舞台 胖虎也得知了自己的战袍 被分解的事实 胖虎眼神杀人 是一篮胖子还衣服 箱子上配有还原功能 但同时将恢复所有造出的产品 胖虎才不会管他人的感受 大手一按 胖虎原地射死 就要把大熊吹到全身骨折 一场灾难也在小镇中蔓延 平底锅吹头 钻戒变钢笔 沙发变拖鞋 而大熊满脑子想的都是静香 大熊悠仁一门逃走 来到了演奏会场 静香完美演出 看得大熊心潮澎湃 克洛姆时 静香的衣服变了 那么这场姻缘会就此结束了吗